日本花华王子宇生结贤今年8月宣布闪婚 不料时隔不到4个月 他于17日在官方社群宣布离婚 宇生结贤在声明中表示 妻子只是普通人 夫妻俩都相当尊重 珍惜彼此 然而公开婚讯后 双方及家人的私生活被过度曝光 除了遭到媒体跟踪突袭采访 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可疑车辆和人物出现 两人一直都在努力地保护彼此 婚后不得不分开居住 妻子甚至选择足不出户 不过宇生结贤坦言 考虑到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 即使暂时改善了 未来也有可能随时恶化 因此为了让伴侣能够拥有幸福 双方最终选择离婚 消息曝光后 让网友们都感到很难过 明明两人都很相爱 结局却还是不尽人意 也纷纷谴责狂热的媒体 粉丝 干扰余生结贤私生活的举动 也有人认为 她的人气太高 因此结婚后 应该搬到国外定居 才有可能改善情况